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4日 星期四 亚洲时间是11月5日 星期五 4日蔡英文会见了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 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 会见中蔡英文表示 在对抗假讯息上 台湾愿意跟欧洲分享经验 这是欧洲议会第一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 台湾官局长陈明通4日表示 台湾不可能在统一之下抛弃自己的主权 接受中共的制度忍辱偷生 美国国防部3日发布中共军例报告 提到中共意图在2027年以前试图把台湾领导层逼上谈判桌 拜登政府4日宣布 超过100名员工的企业工厂 必须完整接种两剂中共病毒疫苗 而且还有每周提交一次筛点结果 否则不能工作 这个最新命令将从2022年1月4日生效 预计将会影响到8400万人 不过共和党州准备就此进行提告 美国制药公司默克公司研发的一种抗病毒药 口服药 据称经过研究发现 能够有效地治疗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 英国药品监管部门4日表示 已经率先批准了全球第一种抗病毒口服药 莫娜皮拉韦 截至到美冬时间11月4日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50万2614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4878万6035人 单日死亡是7817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503万6422人 在进入今天正式话题之前 我们先插播一个小广告 《目光四周年感恩记》特别节目 从昨天开始已经正式播出了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在正式节目内容的后面 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 彭帅、字阶与张高丽的故事之后 这个最新版的《有事找大哥》 就一直是各家媒体、自媒体的重要话题 随着事件发酵 中纪委疑似针对张高丽有了动作 另外有消息说 北京已经对张高丽与彭帅的事情开始调查了 不过对外界中共还是一如既往的封锁消息 今天中共外交部网站有针对性的删除了昨天例行记者会上的一段问答 当时彭博社记者问到了彭帅与张高丽的波伦事件 王文斌相当尴尬 他表示没有听说过 而且这也不是外交问题 在今天公布出来的记者会问答路上 这部分内容不见了 对彭帅和张高丽事件 只字不提 只是琢磨在国际地缘政治 北京冬奥等等这些方面 根据微博的数据 彭帅的官方账户前天在他发出了一条信息之后 被浏览了十多万次 但是今天在微博和搜索引擎上 带有彭帅和张高丽名字的搜索仍然被屏蔽着 法新社表示 尽管彭帅的微博账户还存在 但如果用他的名字搜索 微博平台不会显示任何内容 昨天大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站 FX168财经网 因为报道张高丽性侵案 网站疑似是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强制关闭 这家网站报道的题目是 重磅 中国女网冠军彭帅公开披露 曾遭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张高丽性侵 微博账号禁言封杀 文中除了简单介绍彭帅和张高丽性侵 张高丽的个人履历之外 还登出了彭帅的举报信全文 随后不久 这家网站就没有办法访问了 中共显然是用纸在包火 想把彭帅与前副总理的烈焰给压下去 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压下去呢 面对删帅封网 网友用彭德怀与习仲勋的照片来进行暗喻 网警会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给封杀掉吗 还有大陆网民采用了前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爱用的那个 精精体躲避当局的审查 精精体的意思就是中英文夹杂在一起 比如 Today A big quá Let me 意识到普通people的悲哀 意思就是说 今天一个大瓜 让我意识到普通人的悲惨 中共官员身上几乎都有屎 你想通过什么方法掩盖 那是没用的 你给他穿上再华丽的衣服 或许能够暂时挡住外界的视线 但是这个臭味仍然会散发出来 早在2005年 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 就曾经公开反对 只和老婆胜闯 香港动向杂志曾经报道 在一次省纪委常委会上 针对有人举报官员婚外情的这个问题 张高丽说 我要再讲一次 省委要保林某 生活作风问题 婚外情 毕竟是小节 有人要搞大 向上送材料 最后还是要我拍板 我反对提倡清教徒式的生活 张高丽的这番话 恰好跟彭帅指责他 玩玩想不要就不要 是吻合的 所以你也不难想象 他在屋里性侵彭帅 他老婆康杰 为什么还能够在门外站岗放哨 就是因为这些家伙 认为中共官员乱伦 引乱都是很正常的 普通百姓 对他们而言 那只是发泄受欲的对象 其实张高丽围观多年 关于他的丑闻 真的有很多 但是因为他的职位 各种丑闻早前都被压了下去 因为要维护党的光辉形象 这次可能也不例外 当局似乎是要对张高丽 采取什么动作了 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 昨天发了一则推文 用了相当简练的文字 却透露了多个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推文的内容 推文中表示 一 重大舆情已报习办 一天之内因设国际领导 二 例行封杀 无关真伪 三 中纪委介入 需习批准 四 一些关系 直接联系帅本人 以图化解 五 如是伪造 此时 帅应该有声明 现在仍没有 真实的可能 百分之九十 六 党的面子要不要 习的态度决定一切 从无作来的这则推文 我们可以知道 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讯息 张高丽的淫乱丑闻 在彭帅发微博的 24小时之内 已经上报到了 习近平办公室 同时不管这个消息 是真是假 当局都采取了 一贯的封杀做法 中纪委已经介入了这件事 但是下一步怎么走 再等待习近平的批准 因为这事关党的面子 幕后有一些关系 在直接跟彭帅联系 试图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但是目前彭帅 没有发出辟谣声明 这几个消息当中 封网山帖 我们都已经看到 也感受到了 幕后有人找彭帅 想化解这件事 这个应该也可以想得到 至于是哪些人在找彭帅 那可能是来自不同方面 其中最有可能的有两方 一方是北京现任当局的人马 或者是中纪委的人马 另一方就是张高丽这边的人马 张高丽一方肯定会找彭帅 目的也是不言自明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手段 必须都得要彭帅去闭嘴牺牲 试图挽回对张高丽的影响 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已经就表达了 对彭帅安全的担忧 那北京当局的人马 赵彭帅目的呢 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也是要让彭帅闭嘴 因为要保住党的光辉形象嘛 另一种可能就是 要借此调查张高丽 要从彭帅的口中得到更多 更详细的关于张高丽 还有他老婆康杰的料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 那就意味着彭帅 已经成了双方争夺的对象了 就像当年闯进成都美领馆的 那个王立军一样 同时也意味着张高丽可能 要上这个龙头闸 康杰可能要上虎头闸 龙头闸虎头闸 这是从纵朝包整的刑具那来的 其实还有狗头闸 因为是根据不同的权力的官员等级 还有民间市警的犯罪人物 使用不同的闸道 皇亲国戚犯法呢 就使用龙头闸 文武大臣犯法 使用虎头闸 以张高丽的这个郑国籍 她的级别来说 应该是使用龙头闸 而她的老婆可能就得要使用虎头闸了 其实咱们只是打个比方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能要被抓受刑 现在中共行刑的方式很多 炸刀早就不用了 作家闫泽雅分析认为 彭帅的爆料很有深意 目的是中共的派系政治斗争 不只要抓张高丽 也要同时抓她妻子 至于这件事是不是上报到了习近平办公室呢 我们没有办法得知 也没有办法证实 不过海外媒体希望之声 昨天披露了一个消息 似乎可以和吴作来的这个消息 相互进行佐证 希望之声引述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针对彭帅和张高丽 长达十几年的丑闻 北京已经展开了调查 北京如果展开调查 那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昨天中纪委网站有一个奇怪的动作 把早已经通报并且处理过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的八起天津大案 又晒了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八起案件当中 有一部分是涉及到了张高丽 中纪委同报的天津八大案 分别是 贡小总社员党委常委 理事会副主任霍永胜违规收理 发放补贴问题 滨海新区箭头集团原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余力群接受宴请问题 成建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姚国强接受宴请问题 南楼商贸集团原党总支副书记 总经理刘凤林收理公款旅游问题 河东区卫健委原党委书记 主任孙德华收理问题 工信局副处长杨俊杰等人 接受宴请和娱乐 临港海洋经济投资发展集团 总经理助理姚庆鹏接受宴请问题 武清区大梦庄镇 副镇长李文明接受宴请问题 这8起案件中天津城建集团原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姚国强不当接受宴请 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 在去年3月已经做过了处理了 姚国强被双开并且被判刑11年半 那中纪委现在就案重提目的是什么呢 台湾上报认为 很可能是有意与张高丽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 大搞房地产投资 土利城建集团等问题挂钩 天津城投集团 这是天津市最大的国企 它的旗下有11家全资子公司 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和两家控股公司 以及三家参股公司 这些公司是专门做重大城市基础设施的 融资 投资和建设等等 在中共18大以后 天津的城建系统有多名厅局局 以及以上的官员被调查了 其中包括被称为金门土地爷的 时任副市长尹海林 前建委副主任刘翠桥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 和总经理段宝森等等 这个马白玉在天津承建系统 前后禁营了几十年 他曾经是张高丽主任天津市 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被张高丽称为什么 能干女总管 金门女强人 在当时的天津政商两届 马白玉的影响那是举足轻重 不过2017年 马白玉被判刑18年 关进了监狱 替他的主子张高丽背了锅 上报认为 去年底习近平派自己的人马 廖国勋前往天津之后 天津的政法 纪检 交通等 多个系统的高官陆续落马 隶属江派的市委书记李鸿忠 不仅被架空了 甚至被传闻是高风险对象 当时北京政坛已经有传言了 说习近平要清洗江派的天津帮 张高丽更是已经被锁定了 那现在六中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这个时候张高丽的性丑闻突然被爆出 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不论是对张高丽本人 还是张高丽的大老板江泽民 对他们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中共的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 谋求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 会不会打快拳下重手呢 这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大陆的物价情况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人人都离不开吃饭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菜价 已经让人是吃不起了 今天下午中共农业农村部 在记者会上承认了 全国的蔬菜价格 确实出现了普遍上涨 而且涨幅比往年同期都要更大 据中共农业农村部的 相关负责人唐科介绍 28种蔬菜10月份批发的平均价格 是每公斤5.25元人民币 环比涨了16.7% 同比涨了11.7% 尤其是菠菜 生菜 黄瓜和茄子等等 这些类菜上涨得更为明显 涨幅超过了50% 环比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这个时间段 与上一个时间段相比较 我们以一个月为单位来说 那就是10月份在9月份的菜价基础上 又涨了16.7% 做过生意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 批发平均价格如果在5.25元 那么平均零售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当然地区不同菜价会有差异 据我以前了解的情况 在正常的年份 这个蔬菜里的商品利润率 一般是在15%到20%左右 有的会更高一些 也就是说 一公斤的商品批发价 如果是5.25元的话 那么零售价格可能在 6块钱到6块3毛钱左右 这个价格并没有把运费 税费等等这些各种费用给加进去 如果把这些费用加进去 价格还要高 这是说的正常年景 而现在的这个年景 大家都看到了 疫情仍然在肆虐 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冲击都非常大 再加上中共不断的印钞票 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所以现在这个蔬菜的价格 涨得非常高 高得离谱 十天前 一位大陆的朋友在邮件中告诉我 他所在的城市 没说是哪个城市 他说往年的大葱价格只有四五毛钱 但是今年已经涨到了两块多钱 其他地方的价格 他说还有更高的 那位朋友半开玩笑的跟我表示 现在真的吃不起蔬菜了 只能多买一些萝卜白菜之类的 腌着吃 今天农业农村部在记者会上表示 10月份菜价飙涨的原因 是由于各种灾害性的天气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 运输成本上涨 北方蔬菜产地 电力供应不足 疫情影响产销衔接等等 灾害性的天气的确会影响蔬菜的生长 这种天灾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但是农业成本增加 运输成本上涨 蔬菜产地电力供应不足 如何疫情影响产销衔接等等 这几个原因的背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共的折腾 换句话说 这几个原因都是 在中共不断折腾之后出现的 严重的影响了种植和购销 但是现在中共却出面喊话了 告诉老百姓 不用担心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 刘立华表示 他说中国今年粮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 连续7年稳定在1.3兆斤以上 他声称连年丰收 库存充裕 供给完全没有问题 前两天的节目中 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的粮食问题 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 那么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节目 就是说 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 另外中国农业农村部 序幕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还表示 中国猪从今年6月到9月 肥猪平均价格一路下跌至成本以下 供应相对过剩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 预计到明年年初才能调整到合理价格 陈光华还呼吁 养殖户不要盲目增产 导致猪肉价格下跌 他甚至说猪肉生产过剩 希望民众多吃猪肉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想到了一个历史故事 何不食肉糜 近惠帝年间 有人的报告说 天下荒鸡 百姓饿死 意思就是说 民间正在闹饥荒 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饿死了很多人 近惠帝一听 马上就反问 何不食肉糜 肉糜指的就是肉粥 它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粮食吃 那怎么不吃肉粥呢 后来人们就用这个故事 来嘲讽那些位高权重者 不知民间疾苦 老百姓连菜都吃不起 能吃得起肉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大陆的生猪和猪肉的价格 同一个网页上显示 生猪的批发价格最低 出现在云南省昭阳区 每公斤的价格是15元 这是最低的价格 最高的价格是出现在 四川的罗江县 每公斤19.2元 这是批发价格 猪肉的批发价格 最低是每公斤19元 出现在湖北 长阳县 和安徽定源县 最高价格出现在 山东东昌府区 河北义县和来源县 以及山东坦城县 每公斤的价格是30元 这些都是批发价格 如果零售价格会卖到怎么样呢 老百姓连普通的菜都吃不起了 还有钱去吃肉吗 少量的买一些呢 或许可以 但是如果用肉来代替菜 怎么可能呢 中共官员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了 中共官员 尤其是高层官员 每天的山珍海味酒池肉林 他们感觉不到百姓的艰苦 可以信口胡走 欧洲国家捷克证据 最近至少发生了四个大的变化 每一个变化都让中共相当难受 因为会影响到 未来捷克对中共的政策走向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 我们就来说说 将要逆转对中共关系的捷克四大变化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 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墨阳寿.com 还有一个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YouLucky.biz 从昨天开始 目光四周年感激西风看点 四周年特别节目 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在最近这几天 我们都会在正常节目之后 要安排一个特别节目 呈现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昨天在播出了第一期 重大事件回顾之后 我们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反馈 反馈都比较正面 对我们进行了肯定 这点我们是相当的欣慰 相当的感谢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呈现 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二部分 等你的一封信前半部分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进入 今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目光四周年感激系列活动 等你的一封信 说真的呀 我是有点不知道 怎么处理更合适了 因为大家的来信太多了 如果全都放到 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呢 以我平时说话的 这个语速来读的话 估计至少还得需要 两个小时 那后来同事看我为难 就建议呢 说取一些有代表性的 其他的都放在网站上 我想想啊 也是的确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所以呢 就遵从了同事的建议 那即使这样 我们做一次节目 也觉得时间太长 所以还得分两次 我们今天是第一期 一位叫Karen Ong的朋友啊 她代表家人 向我 向西方看点团队 以及我们的家人 表达他们的感谢 她说 我们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人 作为人类 很难接受这些消息 因为这个世界的 每一个孩子 都要面对这个世界 未来的领导人 不得不面对 这些痛苦的中共灾难 Karen希望我们呢 能够用真理 知识 洞察力 以及真正 富有同情心的心 来影响他人 期待我们能分享 对有效教育和纪录片的 节目的见解 以帮助受中共病毒影响的 每一个人 了解这场疫情 并勇敢向前迈进 香港的Johnson 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了 以前在成长期间 他可以接触到 还算是公正客观的 新闻资讯 但是近两年 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管制 破坏了一国两制的承诺 拆毁了法治制度 摧毁了全球都信任的 国际金融中心 连香港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 都一概封杀没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Johnson特别感恩能够看到 正义直言的新闻看点 他也更加深感到 民主自由的可贵 他说希望台湾同胞 明白他们身在福中之福 好好保护 天赐自由的权利 我希望Johnson的这番话 有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听到 能理解他内心的痛楚 只有曾经生活在 自由民主的环境下 才知道才能深切体会到 自由的可贵 心静曾经向 《真实中国真话活动》的 投过作品 是一幅病毒来源的折纸作品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心静在邮件中说 看新闻看点 听我们的声音 总是感受到你们 认真专业的态度 所以每晚睡前 看新闻看点 已经成了一年多的习惯了 新静说 朱新闻看点 越办越好 龙马精神 并且他还附带了一份 折纸作品的照片 来表达自己的祝福 汉淡写了两首藏头诗 我还只跟大家分享 选读其中的一首 新诗成意有 文士尽良辰 看尽荒唐事 点评笑一尊 礼陶何须愿 暮雨万夕春 阳日中重药 好阴泪楚魂 这个藏头是新闻看点 李牧阳好 一位叫老苗的朋友 非常喜欢新闻看点 他说快捷的新闻 公正的评论 专业的编排 简洁朴素的语言 加上非常高的专业水平 加上平心静气的 令人感到观看您的节目 是一种享受 老苗说 由于中共的大外宣 很多海外的华人 包括一些台湾的华人 都不知道 中国发生的事情真相 很难认清中共的本质 需要新闻看点这样的媒体 来揭露真相 传播功底 Johnny是80后出生的香港人 他说尽管中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 但因为我们这些年的努力 他每一天都能看到 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 他对我们不为中共强权 和YouTube的打压感到敬佩 他说不妥协 不退缩 不受挟制的坚持和勇气 是难能可贵的 在2019年圣诞的时候 我们曾经发起过一个活动 全球网友寄予香港 其中 Johnny当时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 并且 我还选读了他的祝福 这让他感到 是在解体中共的路上 自己也出了一份力 一位大陆姓董的朋友 因为安全原因 我称呼他是董先生 董先生曾经是一位小粉红 所以他用觉醒的粉红落款 写下了对新闻看点的祝福 他感谢新闻看点 用高质量真实的新闻 让像他一样 更多的被党圈欺骗的粉红们 清醒了过来 他说不断在各方面 揭露CCP的恶行 让更多人能脱离 邪党的欺骗和欺压 董先生把我们比作了是 智慧和勇敢的战士 在与邪恶交战 他还特别写道 为真 善 忍的理念点赞 像灯塔一样 照亮我们前面的路 最后这位朋友 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一下 这是一位把沐阳称呼为 爷爷的台湾高雄的 六年级的小学生 他看到这个节目 是他的爸爸分享给他的 说每天都会分享 就算再忙 他的爸爸也会给他讲述一段 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给他听 目的就是增加这个小学生的民主意识 加深对中共的阴谋与邪恶的认识 他说谢谢我这么辛苦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 提醒台湾人不要中了中共的圈套 看来他的这个来信 我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首先是年龄上的压力 我还以为自己是年轻人 没想到我已经变成了爷爷了 其实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按辈分来说 早就已经是爷爷的辈分了 但是这个年龄上 心理上还是年轻的 所以感觉压力很大 再不努力 我们可能真的就要被落下了 另外的压力 其实是我们没有做得那么好 如果不是大家的支持 如果不是我周围 所有这些朋友的鼓励和帮助 很难走到现在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的充实自己 尽量的把中共的这个画皮 给撕得更干净一些 让大家都看得更清楚 更明白一些 谢谢这位小朋友 也谢谢每一位来信的朋友 同样还得谢谢 没有时间写信的朋友 谢谢所有的观众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 看清中共的邪恶 在这条灭共的路上 不能没有你 在推倒红墙的大潮当中 必须有你的一份力量 那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儿 再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